未來城市樣貌會是如何 也許AI展覽能描繪給您 展覽近期在圓山花博展出 會聚產官學研界探討 AI最新應用與發展 專業雲集洞察趨勢 超過250家企業與品牌齊聚 台北市未來AI的政策戰略 Yes 人才結構絕對有關係 Optimize 所有的政策都有缺點 但是即將化絕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戰略 但即將化你必須有產業的史觀 找到你的價值觀 所以各位知道 過去20年大概經過這個改變 第一個階段是Dakam 贏家是Sysco跟電信公司 第二個階段是行動中信的時代 贏家是蘋果、三星跟中國的紅色供應鏈 第三個階段是大數據 Avnon最賺錢 Cloud Service的公司 Google這些公司在現代NV2 所以這四個階段 各自代表了不同的意義 其實政府在2017、2018的時候 我們有透過SRV就開始做準備 到了2019 其實今天 剛好與會的Nikki 盧超巡董事長 在那時候的7月 成立了一個所謂的台灣人工智慧晶片聯盟 AI on chip這樣的一個 alliance 那這樣的一個聯盟其實是集合業界的做法 這樣一點一滴往前去推動 所以剛好在這個時間接著上來 其實不只這個 我們財政黨法人工智慧科技基金會 其實在之前 成為智商的一個倡議之下 一直衍生出來 對於整個台灣AI怎麼發展 以及產業的訓練 人才培訓的部分 有一個我們台灣人工智慧學校 大家都在這上面努力去做 那你知道這幾年來 我們是不斷的在落實 剛剛講AI on chip這樣的概念 怎麼樣把生態系做好 把關鍵技術做好 把我們所需要的產品 能夠加速產品的開發 那這樣在我們主改之後 經濟部技術處的AI領航計畫 也移步到我們數位產業所 所以我們今天有一些新創 也來參加AI Expo這邊 那同時呢 跟大家報告 今年五六月 我們AI領航計畫 會做偵案 所以呢 如果在座各位 願意在這上面 再做進一步研發的部分 也可以來申請 數位發展部 數位產業所的AI領航計畫 其實剛剛前面 不管黃董 或者是呂書長都參加了很多 我想最重要 今天 舉辦AI Expo 當時陳一菊 跟我提到這件事 我說台北市我們絕對 大力的支持 而且希望 再次像AI Expo 這樣的盛會 特別關注 人工智慧議題的活動 我們都很希望 能夠在台北 匯聚各方的人才團隊 一起共同討論 所以今天能夠有包博這樣的成立 我想我們都非常願意 達到你的培育支持 達卡牆宣傳背板 不再單純只是單方傳遞資訊 像這樣的互動式生成 可以讓觀者加深對宣傳的印象 另外也有打破地域限制 隨時隨地可以玩的高爾夫球 透過數位AI技術 不再受限於空間場域 那我們非常看好 就是室內高爾夫球這一塊 那其實室內高爾夫球 它其實是一個 人家覺得是VR遊戲 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但其實它不是VR啦 傳統的意義上來講 其實我們就只是把 遊戲的畫面統一在布幕 然後我們透過高速感測器的方式 去做我們的整個 我們的擊球的彈道的追蹤 那其實這個過程當中 包括我們的螢幕的顯示 它的畫質 它其實過程當中 它需要非常重要的 就是顯卡的遠算 那大家也知道說 現在顯卡的運算 算力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們本身這套模擬器 用的軟體 它是用那個 那個什麼 Unreal 4 Unreal 5 虛幻5的遊戲引擎 那很多PS5的遊戲大作 包括像四速列車啊等等的 那它其中最 比較困難的地方就是 當我們畫面出去的時候 我們每一顆球 包括我們過程當中 走過的每一個場景 它都是實時演算的 那這在AI的算力上面 在顯卡的算力上面 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 AI跟顯卡它其實是息息相關的 算力這件事情是息息相關的 那它真實實上的運用 可以在我們的畫面畫質上面 去做這個算力的演示 那包括我們球打出去之後 即時的去演算說 這一顆球 它的擊球方向 那像我們的球 每一顆球它是有mark的 那mark它上面是有線的 那這個mark線可以去計算說 我們每一顆球旋轉 然後產生的不同的旋轉方向跟軌跡 那這不只是在每一顆球的演算上面 同時也是畫面的演算上面 是可以去反應的 那它是一個裸式3D的機台 如果你站在一個最好的觀賞點 看的是裸式立體3D的效果 那我們跟一般的裸式3D不一樣 是它還可以互動 一般裸式3D可能看得很高強 你只能看得很驚嘆 可是看了幾次以後 你可能覺得就不好玩 那我們裸式3D還可以互動 待會我們會操作一下 這個互動的過程給各位看 然後整個它的成本 它是一個可以移動的機台 一般裸式3D是定在高牆上的一些面板 就沒辦法移動 所以是這個產品的特色 可以歡迎可能未來是廣告公司 或者是品牌公司 想要做一些比較新穎 比較不一樣的3D立體的效果的話 可以來找我們公司 我們這邊這個展區 可以大家看到 其實是跟數位信任跟數位安全 這塊是息息相關的 因為未來WEB2跟WEB3 其實是一個混搭融合的世界 那在WEB3世界裡面 其實網路安全 數位信任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包含你的一些網路上的一些數位資產 都需要有一些 比如說大家的一些 就是說要一些信任的保障 那區塊料理的協會 從以前到現在都是在探討 是怎麼樣用去中心化的方式 來保障 使用者的一些數位資產的安全 所以這邊你大概看到 有軟體錢包 有硬體錢包 然後有一些在上面的應用 比如說NFT 或者是一些加值的一些應用 十分感謝會展基金會 在這一次這個AI Export 提供了一個大力的支持跟贊助 然後呢 我們包含了AI跟區塊鏈 我們覺得是一個 未來是一個密不可分的一個結合 那大家也相信說 其實為了將來數位世界的發展裡面 大家知道AI可以提供 很好的一些加值應用 但是也需要區塊鏈 來作為底層的信任機器 來做一個混搭跟結合 讓雙方可以就是 可以更好的一個良性的互動的發展 展覽也舉辦多場論壇 探討AI導入各領域裝置 以及無所不在的指揮運算 引領聽眾洞見產業 個人的機會與挑戰 記者問郡台北不到